得益于众多影视作品的影响,在《清朝十二帝》中,乾隆一定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位皇帝了,这位号称十全老人的皇帝,还曾留下了四万多首的诗词,可谓是一代传奇帝王。 那乾隆究竟长什么模样呢?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画师,早在百年前就为我们揭晓了答案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。 欢迎订阅《爱观历史》,1839年,法国一名画师制造出全球首部便携式木制合式照相机,自此,照相机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,并为某些历史人物拍下了他们的相片。 之后,照相机被引入中国,慈禧、溥仪等人,在晚清时期,都有他们自己的清晰照片,但是,绝大多数的古人,尤其是古代的皇帝,他们的后代,想要知道他们的相貌,只有两个办法, 一种是通过历史记载,一种是通过画像,但在历史记载中,却有一种很诡异的现象,每一位皇帝都会在出生之时,出现异象,每一位皇帝都会长得奇形怪状, 譬如秦始皇,秦王为人,有风准,至鸟鹰,柴生,除秦始皇之外,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朱元璋,据记载,朱元璋曾被称为旗鼓灌顶。 郭子兴之所以选择朱元璋为女婿,就是因为她的相貌,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明代一位有名的谋士刘伯温,对朱元璋的形象,有过这样的描写, 她的眼睛很小,鼻梁很低,身材高大,但是有些勾搂,双腿很长,像是一张弓,不过,松窗梦雨中对朱元璋的描述却是, 她的眼睛很大,鼻子很高,脸也很圆,很明显,刘伯温的形容和民间传说有很大的出入,历史上也有很多帝王的形容, 但总体来说,大多数帝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,姿色一般就不错了。 或许有些人认为,个人的审美观是不一样的,所以文字上的记载也不一定准确,每一位皇帝都会有一张肖像,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幅,就是唐代严历本的历代帝王图,这幅画中,有13位皇帝,每一位皇帝都被画成了一幅连连看,很难将他们的容貌区分开来, 之所以如此,是由于中国以前的画风,大多是以写意画为主,这就意味着,画家在创作过程中,除了受到当时画风的影响外,还夹杂着自己的想象, 这幅历代帝王像,确实是唐代早期的一幅著名画作。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,是一幅非常罕见的画卷,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,清两个朝代,那时的中国绘画基本都是现实主义, 在乾隆之后,这幅画的还原程度,已经接近了90%,这是一种非常适合现实生活的西洋工画,被介绍到了我国,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意大利的一名画师朗士宁,也曾为乾隆做过一幅画,而在看到了这一幅画像之后, 他们才意识到,乾隆这个古往今来最风流的帝王,其实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样,而是真正的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。 30年前,一部名为《细说乾隆》的电视剧,将300多年前的清朝皇帝带进了千家万户, 从那以后,很多有关乾隆的电视剧开始出现在荧幕上,细说乾隆中的男一号是香港影星郑少秋, 他饰演的乾隆,是那个时代无数少女心目中的男神,英俊潇洒,英姿飒爽,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君临天下的气势, 除此之外,郑少秋饰演的乾隆,他的武艺也很高,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帝王, 之后,一出红极一时的环珠格格,更是将中年前隆扮演得栩栩如生。 张铁林饰演的乾隆陛下,与郑少秋饰演的乾隆陛下,有着很大的不同, 张铁林饰演的乾隆陛下,有着一种高高在上,平易近人,却又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气势, 张铁林在戏里偶尔会怒怒而逝,也使大部分人觉得乾隆陛下的眼睛特别大, 两种截然不同的乾隆形象,各具优点,但又各具魅力,对许多人产生了偏见, 其实乾隆皇帝的真实容貌并不出众,甚至可以说是平平无奇, 因为容貌协会的女人根本不会去看她的遗书,历史上有这么一段关于乾隆皇帝的描述。 天生神明,天地奇物,天地之大,无奇不有。 总之,这种形容很能衬托出一个人的气质, 我国画家画的乾隆皇帝身材魁梧,皮肤白皙,一双眼睛不大,但炯炯有神,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乾隆皇帝,郎世宁的真名是朱塞佩, 加斯迪里奥内,出生于意大利米兰,是一名天主教耶稣教会的僧侣, 同时也是一名艺术家,1715年,郎世宁怀着自己的心愿, 前往清朝,在紫禁城里当起了御用画师, 被后世称为十大御用画家,他曾参与圆明园西洋楼的规划。 经于马匹,人像吉花鸟鸟兽的绘画,在绘画上, 他将中国技法与西方画风结合,深得康熙,雍正及乾隆的喜爱, 自从乾隆皇帝登基后,郎世宁就画了很多张乾隆皇帝的肖像, 其中,乾隆皇帝半身东庄像,被认为是最接近乾隆皇帝的肖像, 被后世推崇被制,乾隆是一个十分讲究仪式感的人, 每次让郎世宁给他画像的时候,他都会穿不同的服饰, 做出不一样的姿势,放到现代,乾隆高低也得是个他拍达人, 比如这幅乾隆皇帝大跃图,也是郎世宁为乾隆所绘的一幅卷本设色化, 色彩艳丽,人物和马,都跃然纸上,画中的乾隆此时正值壮年, 他一身戎装,骑在马上,佩戴弓箭,显得威风凛凛,气宇轩昂, 乾隆皇帝朝服相,则为我们展示旁眉好手的老年乾隆皇帝, 这位皇帝身着象征着皇室的明黄色袍服,然而也同普通的老年人一样, 面旁上刻着皱纹,眼下坠着皮层,不均的肤色,昭示出岁月的风霜, 可能我们都会想,乾隆贵为皇帝,不说有今天这些玻尿酸, 低了紧致的美容技术,至少吃得好住得好,还有那么多人侍奉, 到了年老,应该也会是红光满面的样子。 而最后展现在郎士宁的写实画笔之下的,不过是一个比寻常人多了些帝王威严的暮年男性, 乾隆皇帝脱去盛装的样子,也被郎士宁的画笔记录了下来, 更是完全脱离大众的想象,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中,身上穿着深黑冬装, 面容平和舒缓的乾隆,比起像一个传统观念中清朝皇帝, 似乎更像一位身宅大院中的中年长辈,乾隆皇帝的晚年,乾隆晚年, 他曾举办过千首宴,号召天下一千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到宫中饮宴, 这一次活动尽管办得非常成功,但是也造成了国库酷银的大量浪费, 再加上乾隆风流的本性,他特别喜欢到民间游山玩水,并且还每期名曰,体察民情, 其实,说白了就是想游山玩水,出于对皇家颜面的维护, 没有哪个大臣敢把这句话说出来,可事实就摆在那里, 乾隆六下江南就是最好的佐证,另外,乾隆的心腹和珅贪婪成性, 为了贪财,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,明知这一切的乾隆, 却没有第一时间将和珅下于正法,反倒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 默许和珅的行为,从某个角度来说, 他是把和珅当作一把敛财的工具,来为自己服务, 更甚至,乾隆还在和珅的身上玩弄君王权术,利用他作为提线木偶, 控制着乾隆的官员们,不过,尽管乾隆的君王权术非常高明, 但是他忽略了一种现实情况,上行下效, 在乾隆纵容和珅之后,下面各阶层的官员也开始效法和珅贪财, 他们肆无忌惮地盘剥害民,激化了社会和阶级两大矛盾, 更可虑者,满足八旗在乾隆自身不良风气的影响下, 也变得交涉淫逸起来,原先的八旗铁骑也消失不见了, 只剩下了些会害民物国的寄生虫, 在这种情况下,乾隆也为大清日后的堕落和灭亡埋下了祸根, 郎士宁出生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, 在他二十七岁那年来到中国传教, 不过,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他原本是一位传教士, 毕竟在传播西方宗教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成就, 反而成为一名宫廷画师, 此后,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, 郎士宁留下了诸多佳作, 包括乾隆大跃图、石骏犬图以及花鸟图等, 从他的作品就可以看得出来, 他的绘画内容并不拘泥于某一种, 无论是山水、花鸟还是人物,动物都有涉及, 我们刚刚提及古代帝王的画像往往以血液为主, 无法准确描绘出君王的相貌, 但郎士宁为乾隆所画的那一幅乾隆皇帝半身冬庄像, 则主要以写实为主, 从画像本身来看,乾隆身穿黑色冬庄, 头顶的帽子也是黑色的, 整个画作色调偏暗, 画中没有其他物品衬托, 就像我们现在拍摄一寸像一般, 而从乾隆的容貌来看, 完全看不出有丝毫帝王之气, 如果不是提前说明, 人们可能会认为只是一位普通人的画像。 尽管时隔数百年, 现在依旧可以看出郎士宁当初绘画的功底, 乾隆脸部的肌肉还可以看清楚, 细节之处描绘得非常到位, 或许, 郎士宁当初在绘画时, 本就没有将其当作一国之君来看待, 只是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, 简单来说, 郎士宁就像是给一家之主画像, 毕竟紫禁城除了是国家政治中心外, 也是他的家, 而很多人在看过这一幅画后, 纷纷感到失望, 似乎觉得和自己心中所想的乾隆皇帝不同, 作为一国之君, 他应该有帝王的威严, 英气, 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。 这就是我们对皇帝的普遍印象, 他应该是最有心计的那个人, 喜怒也不会表现出来, 令人有一种想要俯首的感觉, 其实, 总的来说, 大家心中所想的那个形象, 只是乾隆的一部分, 而郎士宁所画的, 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部分, 只有将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来看, 才是真正的乾隆皇帝, 他既是一个不怒自威的帝王, 同样也有普通人的一面, 值得一提的是, 根据史料来看, 乾隆与郎士宁的关系非常好, 乾隆皇帝每天都会去画室看他画画, 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, 这幅画其实是郎士宁偷偷所画的。 全凭自己的记忆, 一点点还原乾隆皇帝的神态, 所以说, 这幅画应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, 毕竟两人天天见面, 郎士宁对乾隆皇帝的认识应该很深刻。